一斤的洋財呢 東南西北 這個九宮八卦下來立位的時候 夫妻子女 長子這樣 這個啊一千年也不會改變 這個掛在地內裡面 外面的洋財學 你找他來看 你家 這個東南西北 哎呀這裡是客廳 你家客廳在這邊擺一個盆景比較好 這邊畫一幅畫比較好 講完了哈 然後明年再請他來 這邊怎麼擺畫呢 擺盆景的你錯了嗎 盆景應該擺這邊擺個魚缸 先生你去年跟金林講話怎麼不一樣呢 他本來不蒙了被你造成蒙 因為你不真正 前後不一樣怎麼弄我意思 所以外面的風水地理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因為他沒有法則 他都在形上面做文章 所以每年都不一樣 我們這洋財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 還是這樣就是六十四個掛 是他的神 所以外面洋財學是狗屁啊 你根據什麼 根據他自己說的懂不懂 就他今年說的跟明年說的都不一樣 然後等到他他真的死那年 還搞不清楚洋財學真的好在哪裡 差 就大概可能講出天地否 天地否 天地否也是一樣的意思啦 好 這就不重要了 那是喜嘛 那才是喜爛橋 對不對 這易經商的項目 客廳呢 像客人嘛 把家當旅館的 如果房子東南西北 如果你家東邊是客廳 有兩種情形 第一種 夫妻住進去以後生不到兒子 第二種 有了兒子以後 在住進去就兒子變成客人 結果你就發現到奇怪了 原來住家住在那邊的時候 我兒子很孝順 結果換了一個房子以後 奇怪了兒子每天屁股上 坐在爐坐針針坐不住 他就喜歡到外面去打電動玩具啊 出來出去玩啊 會跟一些不良少年跑到公園裡 坐在那邊歇愛維他命呢 客人 兒子變成客人 那如果西北楊是客廳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丈夫的位置對不對 就是丈夫等於客人了 把家當旅館 有幾種人丈夫把他 比如說做船員 先生當船員 先生當飛行員 這都是客人 是不是 因為太太住在那房子 我說你家能夠開個牌子 叫做某某市大旅館 比如說你姓陳 陳是大旅館 你姓陳是大旅館 先生就像客人一樣 然後我們看過很多 幹軍人的 幹警察的 或者是幹船員的 飛行員的 這邊都客人 因為西北方是夫妻的位子 夫妻的位子 所以如果西北方是客人的話 主要是夫妻生理 如果西北方是廚房的話 主要是識別 廚房我介紹過 廚房是肉放到沙頭 把人倒著下去 跟人躺在手 瘦的倒著下去是一樣的 好 那同樣的意思類推 如果你的子女公 東邊是廚房 是不是主要是張子夭折 好 主要是張子夭折 是羊在地底位置上 張子夭折 那如果子女公 子女公在畫祭 太陰畫祭在這邊 太陰畫祭在這邊 五子的命 那這暗天先不對啊 我現在有兒子 太太命中有兒子 他會生到兒子 臉孔比較像太太 那如果有一天 他生到兒子 臉孔像他 這個兒子呢 就是主的就是夭折 這個命 他占了一半 然後如果呢 再去住個房子 東邊是客廳的話 那是百分之百會夭折 那如何畫起這個夭折 就是要靠第一個 靠陽才的位置 東邊把它改成臥房 改成東宮嘛 要解決 好 如果要父母宮 又畫祭 太陰畫祭代表媽媽 太兒子在這邊 好 那父母親代表會不在身邊 或者父母雙亡 那到底先王父還是先王母 看印堂 那那印堂老師 他的頭髮很長 劉海折到 我又不好意思 叫他拿開來 等下他告我這個 性騷擾 對不對 看眉毛 好 那眉毛 我們左邊眉 右邊眉 剛好左邊是父 右邊是母 一樣 一直雷推 如果父親已經走了 這眉毛也不需要傷感情 就停在那邊不動 這個眉毛很高 那如果決定 這個眉毛不動了 這個走的媽媽已經走了 看臉上也可以知道 山川河流啊 看房子的部位 在整個大自然界的位置 這要看風聲 防止室內的布局 就要看地裡 看陽仔 看室內 這也是 這不是 我們在做一段落色 衝突的 手放在 全面 火